哈囉,大家安安,大家好,我是腿 永恶出心終於開放雅諾曼城了 當然,德維特島上的幾個村莊也都有開放 而這些村莊都非常的重要 因為雅諾曼城的一些任務都要去這些村莊 幾乎啦,所以大家一定要優先去祭典 跑任務的時候才會比較方便快速 那今天我要帶大家去的村莊是魔盾村 那開始之前記得先按讚還有訂閱 OK,那我們廢話不多說,就直接開始吧 好,謝謝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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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..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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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了,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才忘記提到建議等級 我要補充一下 通道裡面的等級 是21等到25等 然後怪物很常防禦 而且會放魔法 所以難度其實也不算太低 那我會建議至少整隊 5個人都20等 以上去會比較保險 那這部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,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我,我是腿 我們下次見,掰掰囉